现实中美军规模最大的海外基地排名 前几名的美军海外基地规模大到难以想象 甚至有几个离我们很近 垫底的是德国拉姆士带因空军基地 占地面积12.5平方公里 该基地由法国设计、德国修建 又交由美国空军管理 基地狭长长10英里 也就是16公里 是北约在欧洲最大的空军基地 第七名韩国平泽基地 占地面积14.68平方公里 该基地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不远的平泽市 距离首都这么近 就几乎聚集了所有海陆宫驻韩北军 也是驻韩北军总部的所在地 所以说该基地就是建在韩国的心脏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六名日本冲绳岛加首纳空军基地 占地面积19.95平方公里 该基地占日本冲绳面积的四分之一 为日本在二战时建立 由日本陆航使用 或被美军攻占并接管 驻扎了驻日美军的63%的兵力 和大量的先进战机 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拥有两条3.7公里的跑道 总面积是日本最大民用机场的两倍大 第五名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 占地面积24.7平方公里 该基地为美国和西班牙共同出自建设 通美海军和空军使用 一边是大西洋 一边是地中海 正好处在直布罗托海峡的咽喉要道 战略位置不言而喻 该基地有三座海军码头 和一座占地面积271万平方米的大型军用机场 第四名 英国迪克加西亚基地 占地面积27平方公里 该基地是美军在印度洋上唯一的基地 是英属印度洋领地的一部分 由英国美国共同建设 由美军进行运作 虽然迪克加西亚岛只是一座小岛 但因为地处印度洋的中心颇具战略价值 主要用于起降B1B2远行重型轰炸机 被称为印度洋上永远不会沉没的航母 第三名 日本九州岛佐世宝海军基地 占地面积31.3平方公里 位于日本九州岛地理位置优越 早在二战之前 该基地就被视为 日本海军最重要的造船及海上防御基地 也是像亚洲大陆出兵的根据地 后被美军攻占并接管 韩战爆发时 该基地是美军和联合国军前往韩国的要地 主要服务于美国海军 第二名 古巴关塔纳摩美军基地 占地面积117平方公里 该基地修建在美国的死敌古巴的地盘上 可以说 它是一颗钉在古巴身子上 且无法拔掉的钉子 它是处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交汇处 可牢牢控制加勒比海 也是关押最危险囚犯的地方 因为地理位置险要 囚犯根本不可能逃脱 更重要的是 关塔纳摩湾不属于美军领土 古巴也不承认该基地的合法性 因此囚犯不受美国禁止非法羁押 嫌疑人法律的保护 这意味着囚犯一旦进入 就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 第一名 丹麦图勒空军基地 占地面积943平方公里 该基地位于丹麦格林兰岛北海岸 是美国在冷战时期 为了防止苏联发射洲际导弹而建立 也是美军北极圈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我们通常看到的地图都是这样的 你以为如果发生战争会这样发射导弹 但其实完全可以这样 换一张北极圈的地图 就能看出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因大量雷达及跟踪设施的建设 可监控整个北冰洋和俄罗斯北海岸地区 被称为美军的眼睛